三月二十六日凌晨 舒奇删除了自己在新浪的全部微博 并取消所有关注 一时激起千层浪 关于舒奇正式退出新浪微博的原因 引起广泛猜测 就让我们来还原事情的真相 就在前不久 甄子丹和赵文卓的骂战中 舒奇发了一篇微博 微博里都是对甄子丹的表扬 于是不少媒体和网友都将舒奇 归于力挺甄子丹的队伍中 于是天涯论坛 有不少人发放关于舒奇早年写真的链接 这就造成了有些网友 去舒奇新浪微博谩骂的现象 三月二十三日 舒奇更新微博 我讨厌自己的眼泪 并放了一张《非诚勿扰二》里 他饰演的笑笑哭着咬勤奋的图片 三月二十六日凌晨 舒奇删除了自己的新浪微博 微博一删 引来很多明星的支持 大家纷纷力挺舒奇 斥责网络暴力者太阴暗 导演张元 冯小刚 作家溜溜在第一时间 纷纷发微博表达对舒奇的支持 冯小刚表示 舒奇因不堪侮辱关了微博 他是我尊重的朋友 他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善良 我不能接受一些人 竟然用如此残忍的语言去侮辱他 我要对侮辱他的人说 骂你们是畜生都侮辱畜生了 此微博一出 网友纷纷表示不满 他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善良 难道善良不应该吗 这是最起码的作文准则 怎么在你那就成了最可贵的品质 我们就是畜生 在你说畜生这个词的时候 你考虑过你的善良没有 有网友表示 舒奇既然敢拍那些照片 就不应该怕被大家说 自己种下的因 以前也没人用枪逼他做什么 此微博一出 引来网友纷纷转发 于是刘嘉玲 张伯之 阿娇的旧照 纷纷被网友翻出 由明星删除微博 表达对网络暴力的不满 于是在这样一些 意见领袖的带领下 很多明星 纷纷站出来 表达对网络暴力的反对 导演陈家上就表示 我反对暴力 包括要伤害人的语言和文字 什么低利的人 干什么低利的事 我对这些想伤害舒奇的人 只能说你们既可怜也可笑 知名媒体人林楚方表示 暴人家隐私 往身上泼粪 炫别人照片 挖人家老底 这种缺德下三滥 早暴影天打雷劈 阴损恶毒的不得好死的招 是哪个人渣干的 陈可欣则表示 舒奇很无辜 我觉得有些艺人或者影人 他们为了挺他们的朋友 给人骂 我觉得就有点无辜 但是我觉得就只能闭上眼睛 吸一口气 继续上路 根本也没办法跟人家再较劲 梁洋琪则希望网友更尊重他人 真的是很同情舒奇的遭遇 因为他算是一个 他的位置是一个比较无辜的身份 然后在网络上就是被很多人 很无辜的去攻击 那我觉得人跟人之间 其实不管认识不认识 我们的言语跟橘子 其实都要保持这份尊重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尽快挺出心情 自删除微博后 舒奇一直没有出面回应删除微博世界 27日 舒奇在官网中写下 回归简单的源头 回应删除微博世界 过去的那些不是他的伤疤 而是他一路走来的故事 舒奇表示 相互的指责谩骂 只会对彼此增加负面能量 并称 微博是一个抒发点 希望以后需要帮助的人能受到更多的关注 希望今后不要有争执 有更多的温暖